那么在星期五的早上 UNW Toyota 就无预警的公布了 这个小改款的 Corolla Cross 正式开放预定啦 然后之前其实我们也获得了 关于这个小改款车型的一些详情啦 那么在今天的影片我们就会跟 关注这款车的朋友分享一下 这款车的一些详情啦 如果是讲大家最近是有考虑要买 Corolla Cross 的话呢 可以按赞订阅分享 听我们微微到来它的五个重点 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车型有不一样 在小改款前的 Corolla Cross 还有四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是1.8G 1.8V 1.8 HEV 还有1.8 GRS 那么在小改款之后呢 它只剩下三个车型 最入门的1.8G被剃掉了 因为那个版本没有什么人要买 它只剩下1.8V 1.8 HEV 还有1.8 GRS 而且GRS的车型也跟小改款之前不一样 因为小改款之前呢 GRS采用的是1.8的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小改款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1.8公升的 HEV引擎 也就是跟海外市场一样啦 不过呢 这个HEV的版本的外观设计呢 就跟小改款之前是一模一样的啦 你要省油 那就选择BHPETRO的INFINITY RON958 BHPETRO的独家配方 不只能够保护你的引擎 延长引擎的寿命 还能让你的乘坐体验更安静 给你一个更舒服更安全的驾驶旅途 最重要的是BHPETRO的RON95配方呢 可以让它的油耗表现更好 达到省油油率的效果 现在用我们的E-Card Referral Code 注册账号还可以获得免费的100E-Point哦 第二点就是它的外观设计呢 有稍微的变动 首先呢 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小改款前的CORRA CROSS啦 而在这个小改款设计呢 它们就采用了跟第九代CAMRI一样的设计元素啦 就是前脸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密封的设计 但是有很多小空空可以给这个当机进去 除此之外呢 它的外观设计部分呢 也是进行一点小小的修饰而已 整体的车身芝麻呢 跟小改款前一样 官方讲它是一辆C-Segment的SUV 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呢 你讲它是B或者是B Plus呢 会更好一点 因为它的内部空间表现呢 其实跟它的主要竞争对手 HONDA HR-V 差不多 只是它的Boot稍微大了一点点 但是因为它有这个家用属性啦 所以它内部的舒适度是不错的 所以如果很注重舒适度的朋友呢 建议大家去做一做这辆车 你就会知道其实它还是不错一下的 第三点就是它的这个内装设计的改变 其实小改款前的车型呢 很多人吐槽就讲它很old school啦 然后有电视机啦 然后还是用这个脚踏式的刹车 其实我知道啦 这个东西其实在现在的年代很难接受的 其实原厂也是知道啦 所以在这个小改款车型呢 上面就有一些改进啦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呢 原厂会更换一个全新的10.1寸出屏主机 就是取代之前的9寸啦 不过据说这一个 新的出屏主机呢 其实也是有一点电子机啦 就是讲它的后面会稍微突起一点 但是对比老款的车型呢 一个车型会好很多 而且据说它也是支援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不过我记得这个好像之前就支援了啦 如果是讲我讲错的话 大家可以在影片里面纠正我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电子手刹车呢 也加入了这一个Cora Cross的阵营中 也就是讲现在你只要买到Cora Cross呢 它就有这一个 电子手刹车跟Auto Hold的功能 终于不是那个脚踏式的parking了 所以这一点应该大家就不会吐槽了啦 然后关于内装的改动呢 最后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数位化意表 因为在之前的车型呢如果你是买到这个自然进气版本的话呢 是没有这个数位化意表的啦 然后它Hybrid 的版本才会有 而且Hybrid 的版本也是一个7寸的半数位化意表 而这一次呢就改成了这个12.3寸的数位化意表 就跟之前这个Cora Artis 的小改款一样啦 这个的视觉效果会比较好 相信我 它好看很多 第四点就是引擎部分没有改变 没有听错啦引擎部分没有改变 就跟台湾泰国还有其他的市场一样 它分别就是1.8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还有1.8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在自然进气引擎的部分呢 最大马力表现是139PS 峰值能力表现172Nm 然后匹配的是Super CVT 变速箱可以模拟7速啦 而在混合动力的版本部分呢 在电机跟引擎结合之后呢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了122PS 然后呢 我暂时还不清楚的就是马来西亚版本是继续采用这个涅电池 还是跟台湾一样升级锂电池 如果是跟台湾版本一样升级锂电池的话呢 那么它的油耗表现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根据这个消息指出呢 如果是讲它更换锂电池的话呢 它的这个综合续航最大可以突破25km per liter 真的是很省油 虽然讲啦 很多人讲这个Toyota每次用1.8 engine 这个是事实来的 没有人可以反驳 但是它的engine就是耐用 它的engine就是省油 我相信会买到Toyota的朋友啦 应该在意的就是这两点而已啦 你是不是Cora Cross的车主呢 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 你对这个引擎的看法啦 第五个点就是它的安全配备的部分 那么之前我有讲到呢 就是Cora Cross在小改款前 在本地有4个车型 在入门的版本呢 是没有这个Toyota Safety Sense的 而现在因为它剃掉了这个最入门的版本 所以呢它全车系都 标配了这个Toyota Safety Sense 而且因为它加入电子手刹车的关系 所以呢它现在有Toyota Safety Sense的 ACC或者是DRCC Dynamic Radar Cruise Control呢 终于实现了stop and go的功能 因为之前虽然讲这一个Cora Cross也是有 但是因为它是用这个脚踏式的刹车 所以它的这个stop and go的功能 可能没有像其他的品牌那么的 丝滑啦 可是现在它加入了电子手刹车之后 整体就不一样了啦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在意的 那么除此之外它该有的东西也是有 像是自动紧急刹车车到维持系统 还有全车系六气囊 所以在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这辆车是OK的 喂 我知道你们要讲造假 可是这辆车其实并不涉及那个造假案件的这个车款啦 据悉呢 目前这个Toyota Cora Cross呢 它的入门版车型是14万马币 这个是益售价啦 然后顶配的这个GI车型是15万马币左右啦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从即日前往各大的Toyota展示厅询问 那么大家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 影片来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想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让我们跟个人们见VA 我们没有按ом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